她是漫威李妍直接的扛霸子 能操控一切金属的超能力 直到她洗澡时 隐藏身份的黑色染发剂退掉 露出了原本的律法 才引起他人好奇的目光 北极星这一回眸 让多少粉丝百感交集 她就是万磁王的女儿北极星 就在前不久 因为一次救援任务 被警方埋伏不幸抓活 可她刚被关进监狱 就被狱霸吐了一脸唾沫 她当想上前却被狱警拉住 经过下一个劳门时 她看到一个全身白色的黑人 脖子也有和自己同样的项圈 北极星也没在意 回到自己牢房 看到这简陋的设施 实在是不想待下去 于是便使用了超能力 可下一秒 其他牢房的囚犯不断地嘲笑她 就当北极星一头雾水的时候 对面囚犯告诉了她真相 她脖子的项圈会限制超能力 并且告诉她如果想越运 只能死路一条 倔强的北极星才不相信 她必须想尽办法出去 因为她被放进监狱之前 警方告诉她她怀孕了 她不想让还没出生的宝宝 生活在这种恶劣的地方 于是她想结交黑人来一起越运 因为黑人带着项圈便也有超能力 本以为可以相互照应 可她看了一眼玉霸 便起来告诉她 北极星只能再想别的办法 第二天监狱放风 玉霸又来找她的麻烦 她要让北极星当她的小弟 身为万磁王的女儿 怎么会给她当小弟 北极星直接拒绝了她 刚要扭头走 玉霸小弟把她摁在地上 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两拳 此时北极星头破血流 玉霸疯狂嘲讽她 她明知道北极星怀孕 一脚还踢在她的腹中 北极星直接火冒三丈 于是不顾项圈带来的疼痛 使用了超能力 此时的她已经筋疲力尽 随后玉霸小弟再次群殴她 玉霸及时赶到拦了下来 可是他们不问前因后果 直接把北极星关了境地 此时的她非常绝望 她想起和男友一起幸福的日子 为了腹中的宝宝 必须让自己尽快出去 她环绕了一下四周 看到眼前是金属牢门 随后她站起来 不顾项圈的疼痛 再一次使用了超能力 万磁王的女儿被抓紧了监狱 就在放风中 监狱恶霸找上了北极星 于是就给她割下满威 明知道北极星怀有身孕 却一脚踢在她的腹中 顿时北极星火冒三丈 不顾项圈带来的痛苦 使用了超能力 随后玉霸不问青红皂白 就把她关了境地 为了腹中的宝宝 她鼓起勇气再次使用超能力 虽然牢门成功打开 此时的她已经精疲力尽 她奋力地爬出禁闭室 虚弱地靠在墙壁上 随后一个玉警赶了过来 玉警对她一顿嘲笑 为了不让北极星再次破门而出 于是玉警决定将她转移 等到北极星一上车 才知道车内是由塑料制成 北极星的超能力也无济于事 而另一边 其他变种人一起商议了计划 准备营救北极星 埋伏好囚车必经之路 没过多久 囚车就从远处驶来 变种人赶紧抓准时机 只见车态一下就被炸毁了 随后引行人去观察一下情况 刚走没警 不料被献出了原型 警方察觉到 一枪被击倒在地 北极星的男友焦石想要使用超能力 不料所有变种人超能力全部实现 躲在屋中的变种人大雷 看到一个男人的眼睛闪着金光 正在四周扫描 他正是曾经的同伴脉冲 就是他让所有人的超能力消失 焦石觉得这样不是办法 所以拿枪开始扫射 大雷这边偷偷潜入过来 一拳就把脉冲打晕 顿时所有人的超能力恢复 玉警以为北极星使用不了超能力 所以就帮他解开了项圈 随后配合队友打晕的预警 可是屋中没有任何金属 他也用不了超能力 同伴说他腿里有钢钉 他沉默了一会儿 便使用了超能力 一下就把钢钉取了出来 打开队友的限制 看守见到呼叫支援 只见车门一下就被撞开 北极星挣脱了束缚 警方对他疯狂扫射 只见他控制了子弹 没有脖子的项圈他就是神 随后和男友相拥在一起 这时同伴开车及时赶到 众人上车扬长而去 随后到达休息片刻 大雷感应到无人机正向他们飞来 礁石打算自己引开无人机 随后北极星使用超能力 但是距离太远 于是北极星拿下后视镜 扔出窗外查看他的位置 在二人的超能力配合下 无人机成功炸捞 二人刚没开心几秒 就发现警长带人在马路上拦截 北极星丝毫没有畏惧地下了车 是该让你尝尝我北极星的厉害 她是万磁王的女儿北极星 面对哨兵的攻击 她丝毫没有畏惧 一下就把警长的枪吸在手里 而警长也是无奈 于是他要把警长带走 之后给他带到一个烂尾楼里 北极星一伸手 墙壁的钢筋脱颖而出 再以用力 直接就缠在警长的脖子上 北极星也要让他尝尝带向圈的感受 随后礁石把他拦了下来 就在这时 警方已经包围整座烂尾楼 随后北极星张开双臂 无数根钢筋腾空飞起 吓得警方也不敢妄动 只能发射催泪弹 只见屋中迷雾万丈 随后几人赶紧逃离现场 时间飞逝转眼数月 北极星已经成为了准妈妈 他突然感觉肚子疼了一下 可下一秒 把同伴都吓呆了 晚上北极星感到剧痛 屋中的灯光不断闪烁 于是安迪把他带到了产房 只见几吨的叉车不停挪动 北极星不停地嘶吼 外面的金属都向拥而来 北极星用了全部力气 可宝宝就是不愿出来 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随后独星三姐妹使用超能力 让他进入了幻境 在幻境中看到变种人 迎来了和平繁荣的新时代 看到自己和宝宝幸福地生活着 伴随着同伴们的鼓励 他决定使用洪荒之力 最后用出了全部力气 就连外边的电线杆都接连倒塌 路边的路灯全部爆炸 只见城市中陷入了一片黑暗 很快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北极星顺利产下宝宝 并给宝宝取名叫做陈希 父亲为了庆祝女儿的降临 发出耀眼的光芒感恩给陈希 他看到之后非常欣慰 随后发现陈希突然发烧 他手一挥打开灯 赶紧呼叫同伴帮忙 医生对他说孩子必须用苍穹制光才能治好 于是孩子父亲感到 抱住孩子发出了光芒 陈希终于恢复了正常 可是处为人母的北极星不会哄孩子 恰好独星姐看到这一幕 只见他双眼发光 宝宝终于安静了下来 但是二人在等电梯的时候 卢星姐却哼起了摇篮曲 北极星很是疑惑 因为这首歌只有他在哄孩子的时候唱过 这意味着独星姐侵入了陈希的大脑 此时北极星火冒三丈 随后使用超能力 把毒星姐腾空举起 就快要窒息的时候 幸好黑姐赶到 及时阻止了北极星 随后北极星收到一个任务 就是解救一个叫小美的女孩 她也是拥有超能力的变种人 乖巧可爱的她 却不知悲惨的人生正向她逼近 这个女孩是北极星的手下 拥有着强大的超能力 就在一年前 小美和父母共进早餐 只见她张开双手 眼前的面包瞬间变成面包扎 父母的眼神却充满异样 这时小美听到屋外的响声 随后父亲赶忙去查看 没想到哨兵却闯了进来 当看到父亲的眼神后 小美瞬间大悟 她不敢相信父母背叛了她 随后想从后门逃走 可已经有人在埋伏她 小美瞬间被控制住 给她带上了限制超能力的项圈 此时的小美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后来北极星待人救了她 虽然小美被解救出来 但始终从过去阴霾里走不出来 随后独心三姐妹决定用超能力 看到小美的遭遇之后 三人吓得冷颤了一下 随后把她带到训练室 北极星不断开导她 让她施展自己的超能力 可小美还是不愿面对过去 随后安迪不断地开导她 渐渐地对安迪产生了好感 随后二人决定去约会 小美施展了自己的超能力 原来她能让一切事物反转 就连汽车也不在话下 安迪也施展了超能力 瞬间汽车被大卸八块 二人也有情人终成眷属 随后小美开始不懈地努力 终于成为了北极星的骨干 随后她带着众人参加任务 只见北极星伸出手 所有电脑设施被炸火 随后喀拉咪对她扫射 北极星使用超能力 子弹根本打不进来 数颗子弹接连落地 接着黑结使用湿吼弓 所有人瞬间感觉生不如死 北极星再次把枪吸了过来 随后三人来到密钥室 只见小美伸出双手 坚硬的岩石门瞬间打开 成功拿到密钥后 黑结把众人关到屋中 正准备撤离时 小美眼神瞬间变得冰冷 于是使用了超能力 注意看 这个女孩正在使用超能力 坚硬的岩石门瞬间炸开 完成任务后 正准备撤离时 女孩想起以前人类折磨她的场景 随后使用了超能力 接着屋内出现了空间魔款 小美一用力 众人被眼前的场景震撞 却不知黑姐的未婚夫也在其中 黑姐顿时起了杀星 回去的路上北极星对她一顿训斥 小美还坚持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随后使用超能力 车门直接被她转了过来 离开了这里 而北极星始终不愿相信 手下会滥杀无辜 另一边小美却被隐形人抓走 关进了黑姐为她定做的黑魔方里 看到她这么痛苦 安迪偷偷潜入实验室 她决定背叛黑姐救出小美 只见安迪双手伸出 坚硬的囚龙瞬间被打开 小美终于获救 就当安迪想要带她远走包飞逝 小美却告诉她 随后电梯打开 小美使用超能力 整个空间开始扭曲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安迪及时拦住了她 可没想到小美头部撞到墙里 悲惨的一生就这么结束 看着自己亲手杀死的小美 安迪悲痛欲绝 随后在北极星的劝说下 安迪也开始慢慢释怀 随后北极星带领重人 赶往抑制超能力的项圈组 接着安迪使用了超能力 只见坚固的铁门瞬间裂开 随后北极星带领安迪 闯进了实验室 只见北极星双手发力 慢慢漂浮空中 另一边 监狱变种人终于挣脱了束缚 安迪再次发力 所有服务器全部贪怀 就这样全世界的变种人 挣脱了束缚 他们各个身怀绝境 随后所有变种人都逃离了监狱 接着黑姐把他们叫过来 想要让他们加入团队 可他们并不愿意 随后展示了各自的身手 可黑姐并没有惯着他们 直接使用了她的超能力 注意看 黑姐使用超能力是吼弓 顿时众人捂住耳朵 这一幕恰好让北极星看到 于是找到了黑姐 他非常反对黑姐收纳这些变种人 因为他们滥用超能力来伤及无辜 并且烧杀抢掠了一艘邮轮 而黑姐要的就是他们的财 想要给人类造出更大的灾难 北极星恍然大悟 随后找到男友交使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于是二人决定阻止黑姐 随后黑姐召开了会议 告诉众人要炸毁政府大楼 随后独星三姐妹控制安迪二人 来到了政府大楼前 伴随着二人的超能力 强烈的冲击波 把大楼炸得面目全非 随后安迪父母等人赶到 通过北极星的强烈的劝动 其中一个姐妹动了心 礁石趁机把其中二人打倒 安迪姐妹成功获救 于是安迪的父亲李德 他决定一人阻止黑姐 而另一边 黑姐的手下正在准备炸弹 去炸毁整座城市 北极星等人及时赶到 礁石发射激光阻止他 北极星也使用超能力 整个仓库陷入了黑暗 李德也决定正面硬钢黑姐 黑姐对他一顿嘲讽 说他是最无能的变种人 只见黑姐一声咆哮 随后顶着强烈的痛苦 便使用了超能力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 整个基地也随之负灭 很快 城市终于恢复了平静 李德一人拯救了城市 而政府也召开了发布会 宣布人类和变种人和平繁荣 同时北极星一家三口 也开始了幸福生活 北极星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我是三艘 咱们下期见